我能讲一个例子 1924年3月8号 1924年 38妇女节 何向宁提出废除 一夫妇制 结束了一个腐朽的 给女性更多的选择权 使得每一个男性 都有机会有一个老婆了 就是你的基因 比如说基因特别好 假如说还在民国 你可以娶20个30个老婆 其实你是用钱 去买断了这些女性的机会成本 为你生孩子 那就意味着多了 20 30个光棍 所以一夫一妻制 这个事情本身来讲 是让基因 尽可能地保持着 它的多样性 每一个人的基因 都有机会传递 所以这样的事情 你不能简单地用 我以为是保障 有钱的男的 不能多娶老婆 也是对 香港是到了六七十年代 废除得很晚 澳门你看 我的学生当中 有很多讲自己的家里 就是一个爸 三个妈 两个妈 都有 在一起生活的 就是这样 我以为这个是 一夫一妻制应该是保障女的吧 照理说就是保障 整个性别斗争当中的弱势者 应该这么理解 这是对的 分配 从这个哈马拉米法典开始就提倡一夫一妻制 但是到了 因为中国实在是把农购文化用到极致了 所以我们是存到了最晚最晚 我们理论上也叫一夫一妻制 然后是一夫一妻多妾 是用这么一个角度 因为理论上一直是 你太太只有一个的 就是妻子 什么皇后 什么宫斗剧里边都是一个的 其他的就是 就是 只是男女不平等 女的没办法这样 除了武则天 所以你看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比如说在动物界 那是天地不人的 对吧 他比如一个星星或者什么的 他有条件的 他就要占有更多的交配机会 对 从而这个基因的传递的效率就大 直接体现了 但是所以我就说 这个人类是很不平的 人类的文化和文明 他最后 他产生了要公平 但是这个公平 和你讲 没有没有 但是就是古老的这种 这种这个分配制度 产生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情感基因 还是叫什么 还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 比如说他们说 嫉妒的产生 就是为什么男的会嫉妒 女的会嫉妒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男的会嫉妒 是因为他不知道 他那个 就是那个后代会不会是他的 所以男的更在意 女的有没有跟别的男的 发生实质的关系 而女的嫉妒呢 是嫉妒情感的 比如说他可能觉得这个男的 他跟人家情感出轨 比身体出轨更重要 是因为如果情感出轨的话 怎么说 财产一半就被分掉了 就是说他的 占有的这个男的的资源 这个财产就会被别人给拿走 所以尽管是这个一夫一妻制了 但实际上我们记忆里头那种 是这种不是一夫一妻制的 这种记忆的基因还在其中 就顿开这个感悟了 就是说动物是通过你讲的那个环境 基因演变出来 人类通过一系列社会制度跟文化习惯的 来做这个调节 多了一道束缚的调节 多了一道 多了一道束缚的调节 而且人类的这个历史是很短的 跟大部分动物比 如果按照这个动物界的这个逻辑的话 那么我们的很多公平的这个要求 或者文明的这个要求 不公平 怎么说呢 就是人人都有传递DNA的机会 对 这是咱们的价值 对吧 好像表面看起来 似乎这个跟那个DNA的意志 有点不吻合 但是呢 我还看过一种理论 某些社会性的东西 有没有写在DNA里 也就是说所谓啊 你看 往往互相帮助的 这个族群 它在这个集体的意义上 生存的概率可能会更高 这个是个确定的结论 是对的 就在当年大迁徙的过程中 有血缘关系的家族的存活概率更高 这是有证据的 你看 那违反了这个DNA它自私 它要活下去 不是啊 因为有血缘关系嘛 所以我只要照顾我这个族群的人 就是延续我的基因嘛 你会明白 母狮子是互相照顾小狮子的 但是公狮子一定会先咬死 上一个公狮子的小狮子 才会使母狮子停止哺乳 重新进入受孕期 生自己的孩子 那蚂蚁呢 蚂蚁是一种 蚂蚁是科隆生殖 是科隆生殖 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 蚂蚁是一个社会性的物种 因为我已经刚刚说这个 我就在想 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看那种 就是大自然的片子 看动物 就是动物世界的片子 我们看的时候 其实觉得特别好看 特别美嘛 但是加上了很多人类的解释 对了 那是你人类的视角 是不是 因为我们看到的 实际上我在想 它是不是像一个 就是人类世界 有杀戮 有囚偶 有什么 有这个延续 有这个 实际上没有我们的 澳大利亚的鸟 是怎么 怎么快被弄光的嘛 被猫 野猫 就实际上 我们看到的这些事实 澳大利亚的野猫 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会看到哪个地方着火 这些猫就会 很远很远的地方 就跑过去 消防队啊 不是 因为那些鸟 就会被烤熟 我以为去救火 我说这也太利大了 甚至很多猫 趁人之危 对 趁人之危 就开始进行这种图路 真的是灭绝式的 在消灭野鸟 它只是没发展到 点火的地步 所以我们 还是不如人类 所以我们要 人类就会点火 对 所以我们要真以为 我们人类世界 跟动物世界一样 我们就会 就认为我们也是 一个无精天尊 我们可能会看到 很多 我们可能会看到 很多一些动物界 我们也解释不了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鸟类 确实有很 严格的一夫一妻的 比如鸟 也会有 也像 鸟鸟 就也还有好多的物种 它有语言 你听不懂 鱼的记忆也绝不是奇妙 鱼的记忆可以很长 有些鱼会知道 谁是主人 还会跟你打招呼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今天 动物的很多的理解 应该来讲 就有点像我们 对人类婴儿的理解 它早就会了 它说不出来 你就认为它不知道 就是咱们讲DNA的利益 DNA的利益 是你个人的利益 还是这个种群的利益 比如蜜蜂 对吧 它好像感觉就是什么 只要我的DNA 能传现下去 某一个个人的生死 是可以牺牲的 这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有利于 它这个种群的利益 我们不叫真利他 这就是 这个就叫利他 但这个利他基因 是基因决定的 是基因自私性决定的 你看 就是这个自私 就是人人喂我 我喂人人 没办法 是动物性的 是动物性的利他 就是我为了 种群的基因而死 我们简单讲 这就是利他行为 这个利他行为 有严格的基因的 要素在里面 比如说我们知道 很多的一些真菌 这个过程中呢 你会发现 总有些真菌 可以一直往上去扑 后来发现不是 它是一个骗一个 最后最笨的那个 被骗上去了 这是基因决定的 黄契光或者这些 它是为了国家 为了民族 这不是基因问题 这是那一刻 真正为了 它所在的这个人性 这个叫真利他主义 它跟你根本 毫无血缘关系 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 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从哲学层面上讲 从科学层面上讲 都应该去提倡的一个东西 真利他 就是崇高吗 都不能讲崇高吧 之所以人之所以 你自己定义成 你叫灵长 万物的灵长 凭啥呀 这至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 这个爱在DNA里吗 跟繁殖有关 这个有关 爱 在理论上讲呢 爱是一种非常难以去描述的 一种情感 这个爱 比如说男女之爱 子女之爱 对群体之爱 对人性 人类之爱 是不一样 对 所以这个爱不是一种 至少我们今天 从基数学的证据 就是从我们的 各种分泌的 这个荷尔蒙的证据 和从这个脑波的证据 它都不是一种 你像有一些爱 比如说这种冲动 我相信动物也有 但有一些爱 恐怕只有人有 或者是只有人能被证实 有一些不可证 不可证 所以 这个问题呢 会到了一个 就是像 我们刚才聊到的 就您说的那个城市 到什么点上以后 就会出现一个 我们人类意义上有的爱 这个证据 我们也许永远都找不到 因为你没有办法 自己拽着自己的头发 把你拽离地面 等于说这个DNA 对于这个意识的产生 我们还弄不太清楚 搞不太清楚 我们现在 还在很努力的 看两个层面的东西 第一个是 我们通过脑电波 要通过这些 神经元的这些连接 去拆解它的一个 这只是检测到了一个结果 我们不知道这个结果 和它的成因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是 我们再不断地去研究 你这861个神经元的 结构是怎么做的 我做不出来 我就不知道 所以我必须在结构上 先还原你 有点像人类基因组计划 我得先把31个弄出来 我再说 这一个一个基因 怎么回事 如果我这31个基因 都没弄出来 你说这个基因干啥 那个基因干啥 这都是原木求鱼 这都是管中溃爆 所以您刚才说 爱是还不能 从基因角度解释 还有什么是不能 从基因角度解释 情感的问题到今天为止 几乎都不能用 从基因解释 那能用激素 激素能看见的 可能是一种结果 但激素的这种调控 也极其的精准 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 很多其实 做神经生物学的人 都明白一个事实 就人正常死亡的条件下 不是横死 正常死亡的条件下 其实他在临死前 大脑会自己把细胞 大脑的细胞会把你从生理状态 转成了病理状态 释放大量的四胺酸 五腔四胺 多巴胺 内肥胎 或者类似的物质 什么意思 让你觉得很舒服 让你自己麻醉过去 对 所以我很多人说 有冰死体验 实际上享受的 就是这个过程 有点像我们在高山 比如说爬了猪盆下来以后 出现的短暂的缺氧 所引起的致患 这也是你的大脑 为了帮你不痛苦 在危机的时候 死亡是一种程序 死亡是一种程序 它是写在基因里的 细胞凋亡和人类的死亡 是一种程序 在现在的医学的 比方用基因这些概念之前 哲学家 历代的哲学家 早就有各种探讨 那一般刚才讲的这个爱和这个恐惧 就是对生命的爱惜 都被解释成本能 就是用本能 就是这个本能呢 就不是因为道德 不是因为教育 不是因为训练 而是一个 它最简单的讲法 本能就是两种 第一种就是 繁殖的本能 那繁殖本能 所以就有 喜欢小的东西 爱 包括联名等等 他认为 这个人对自己子女的爱 跟动物对自己小动物的一样 他认为这个不是交出来的 那这个是本能 生物学 就母亲肯定可以为了孩子 不要自己的生命 对 这也这肯定是DNA吧 这个其实它是应该是说 既有对后代基因的保护 也有就是利他行为一种保护 这个我觉得还是对的 那也有 那不管小孩的肯定也有 其实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在于 其实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他亲生的 这事就更复杂了 就是说 即使你自己心理上把他认定救着你的孩子 即使你报错了 你也会救他 这个时候我就不能用基因去解释了 这种情况是有的 姚母也有为了自己的孩子不要命的 这就是也是有真理他的 还有这个人就是不知道 这个人就是报错了 但是他就认为是自己的孩子 也有为了他不要命的 这些在这么多的科学证据当中都遇到过 所以我相信它一定是两种结果的 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种行为 就还是先天和后天 共同决定的行为 就能不能理解 就是说DNA就是人的一种生理性的东西 它的基本运作原则是自立的 您讲的这个问题就有点像说 当我晶体管少的时候它都对 把DNA猜到元素 猜到这个分子层面上 我们看的头都知道 但是这个东西一旦到一定程度以上 有了神经系统以后 它突然就诞生出了好多智能 和我们解释不了的东西 这个问题呢 我们其实做脑科学的 有一个悲观派认为 以人的角度研究人脑 是永远研究不明的 是 这等于你不能就这 自己的头把自己拽起来 要戈得而不完美定理 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在一个系统内 永远实现所有的要素都自洽 你必须有第三只眼去观察它 中国过去有个笑话吧 古代 就说这个大力士 楚霸王 项羽 说劲儿多大 当着他的重将领 说你看 我能坐在椅子上 把自己给抬起来 这有点像您打的这个比方 这个过程中呢 就是涉及到一个很择扰的要素 也是哲学家 这么多年讨论的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我们现在从科学上讲是很简单的 现在全世界 科学问题看了很多 实际上就三件事 三件事呢 我们把它叫做两岸一黑三起源 怎么讲 两岸 暗物质暗能量 这是宇宙当中我们看不见 但它就是存在 暗物质暗能量 因为你能看见的都是物质和能量 但是物质和能量一定有它相反 有正数必然有负数 这两个东西不相等 这两个东西不相等 与称不守恒 那么 这个东西我们还没有观测到 因为没有工具 但是数据上 或者说我们经过模拟演练上 它是存在的 这是两个大事 然后一黑是黑洞 黑洞背后是什么 黑洞那个点是不是奇点 那个字不念奇 念奇 很奇怪 奇 奇点 奇点的意思就是在 在那个点上 所有的物理定律都是崩塌的 奇一点 奇一点 不遵循任何的 至少在宇宙大巴尔寺之前 有没有物理定律 这就是第一推动力 或者说这些 物理学大师 为什么好到最后都 有了这种宗教性的感觉 这是物理上 所追寻的内容 三起源 宇宙起源 生命起源 最后一个最难 意识起源 如果不解决意识起源 这其他的问题都没用 因为你只有知道意识起源 你才可以去理解之前的 两岸一黑 两起源 所以这些东西 依赖于意识 都是要有意识 您是这个科学家 我想知道 因为好多科学家 就是说最后有这个 宗教性的情怀 我听他们的这种感慨 就是说你越研究 发现这个DNA 它怎么可以这么完美 对 是吧 它怎么 比如说人 它怎么可以这么完美 或者一个 哪怕是一个昆虫 甚至有人怀疑说 昆虫的基因 是外星来的 说因为看上去 你把一昆虫放大了看 真的有点 就是它怎么可以 那么样的完美 即使最小的昆虫 也比行星复杂很多 对啊 行星可预测 昆虫不可预测 你会不会产生出这种 这是自然形成的吗 好问题 它可以不是在 我们认知的自然内形成 然而我相信 因为这个问题问到根上 比如说有神吧 我们就可以说 人很复杂 所以是有神创的人 那神更复杂 谁又创着神 这个问题在 研究达尔文的 到贺取利益 这个过程中呢 还是理查德德金斯 写过一本 《盲眼钟表教》 盲眼钟表教 简单来讲 就是说你今天看见的复杂 不是第一天就复杂了 它是经过无数代 不停地修正修正修正 才到了今天复杂的程度 你不能忽略这个过程 尤其是我说的时间 几十亿年啊 这个过程中 是有可能诞生出 这样美丽的东西了 包括你看欧洲的一个教堂 几百年做成的教堂 那个东西的复杂程度 也不是说我们可以理解的 至少不是一代人可以理解的 这个问题我还问过 那个赫拉利 我就说 我就问他为什么 像牛顿最后是 皈依了这个宗教等等 他认为这个 根本不是这个问题 不是他研究到那个程度 他认为就是因为 他的家庭 就是天主教家庭 他倒反而认为是 从小的 或者您说的 基因里面的 就是带出来的 他那个家庭浓厚的 这个宗教气氛 他最后 他年纪带了 会皈依那个气氛 他就不相信 就说真的是 他因为这个东西 他说不可研究 他说我们要怎么 我们在谈论神 在谈论什么神 是决定大的事情 还是小的事情 是决定了我们的 万物的这个运行 但这个他说 我们只是为 叫为之 叫为之 我们每一次的科学上的 他是回到了不可之论 对 都把它变 把为之变成这个已知 那么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是渐进的 并不是他一直是 这个为之 那么如果你说小的 老的事情来决定说 这个女的要不要戴头巾 男的能不能喝酒 这种小讯 他根本不相信 是神决定的 是人决定的 爱因斯坦实际上 在后期 我的自传来写了 这样一句话 说我所信仰的上帝 是那个同万物 是万物秩序当中 规律性 所显示出来的上帝 而不相信那个 于世人的行为 有千蕾的上帝 规律性就是上帝 对 他说物理定律 就是上帝 就是道嘛 能不能这样 其实就是规律嘛 道 就是道也就是规律嘛 就是什么道嘛 他简单讲 我们经常说 庙里面有个佛像 给佛五块钱 这边就求佛 保我金榜提名 那边说保我上市成功 这边说让我能够做百万 我开玩笑 佛又不是开赌场 佛又是管不了这个事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就不要把宗教性 和宗教混到一起去 对 但是宗教性是一种信仰 信仰这就是个道 只是这个道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历史背景 有不同的阐述的观点 但是对于大部分的科学家来讲 他信的是有一种规律 即使这个规律也是互斥的 因为科学必须可被证伪 不可被证伪的事情 就不是科学 严格意义上讲 数学就不是科学 因为数学对的就是对的 哦 数学 是纯逻辑 是纯粹的逻辑 它对的就是对的 我今天说了 在比如说 就在奥基里德 这个三角形 三角那角 和就是180度 这个东西不可证伪 这不是科学 这是公理 科学一定是 在一定条件下适用的 所以现在在科学界 我们特别反对的 一种观点 就是无神伦造神 怎么讲 简单的相信 当下的科学 就是无神伦造神 对 这也容易把科学神化 把当前的科学神化 他已经忘了 把第一神化 很多人就说 基因什么都能干 我说不可能 基因能干的事 我说的很清楚 与生俱来 与时俱变 外来侵入 这三个事 我说了算 我基本能看到证据 其他的好的问题 你说这个人为什么会抑郁 这真的很复杂 这不是一个基因 简单能回答的问题 但是有些人就变成了 基因决定论 基因万能论 或者量子决定论 量子万能论 AI决定论 AI万能论 元宇宙决定论 元宇宙万能论 这都叫无神 我是身边就有这样的砍爷 那家伙砍得神的 就说我告诉你 你啊 这一辈子 你活多长时间 什么时候得什么病 你甚至说 你会碰见什么人 对吧 一直到你死的时候 是怎么死的 全都写在你的基因里 所以没有一个 绝对的客观的 或者说 他跌破破的真理 人家说 所有的这个学科 其实都有 个人的因素在里面 如果分一个光谱 个人因素最多的是历史 对 最少的是物理 差不多 可以这样讲 因为至少从19世纪 下半程以来 科学每过20年 知识量就翻一倍 现在这个速度 每10年就翻一倍 所以这种科学的 复杂性的提升 使得大部分人 已经跟不上了 科学的复杂 并没有让大家 减少了迷信 反而因为科学的复杂 让大家更加的持 对各种阴谋论 所以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兴趣 因为阴谋论简单 就是我们反倒有的时候 我们这个外行人 提出的一个问题 反正打中了一个关键 永远有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 没事 这个技术 比如说已经10年了 已经20年了 已经30年了 那40年呢 比如说相信科学的人 他就会非常确定 就这个没有问题 比如说药品 咱们就说美国FDA 那FDA通过的药品 那就是可以的药品 那就是科学就认知到这个了 所以你就可以吃了 但是永远也有人 就是说 那你怎么知道呢 在呼唤一个绝对 要证明绝对安全 在无限远的将来 甚至说你的基因 现在就用的基因疗法 基因疗法 我跟你说 是未来的一个福音 好多这个遗传病 对吧 罕见的这个病 包括疫苗 我们的MRA就是合成了一段基因 然后打进去 但是它模拟了病毒 对 让人类最直接的 习服的如何去抵御一种病毒 对 包括未来的肿瘤治疗 基因疗法的前途 是很广阔的 所以这个就涉及到这个问题了 就是说 我们科学家 只能是按照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认知的这个程度 但是科学也说了 我永远等待政委啊 是 那么会不会今天我们在科学方面 比如说在基因方面 我们采取的某种疗法 将来突然发现 就所谓这个黑天鹅 没错 一百个都没事 一百个都好使 第一百零一个出事了 所以我一直问他们 我说这个 有什么可能的大的威胁 政委是不是就等于说 摸到一个边界了 政委是在于 其实这个 在理论物理上 不是有经常两个 有意思的段子吗 其中第一个段子就是说 就所谓的一个 一个神枪手嘛 每个十厘米打一个洞嘛 然后有一个二维的生物 去看这十厘米的洞 他就认为 哎 十厘米就有一个洞 他不再当是一个定律了 这在大刘的三体里 写得很清楚 第二个就是 一个养殖场 比如说就养了一群猪吧 每天十点 一敲零 大家就给它喂食 最后猪里面有一个科学家 有一个科学株 总结了一下 每天十点就会有食物 大家挣了一年 果然对 然后第一年的一天 集体拿去攒了 因为过年了 所以 这就是一个政委的一个逻辑 我们其实在这个维度里生物 有好多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你就是个三维度中 你又在世界上不可穿越 假如说有更高 智慧生命的存在 那我们今天很多事情等于白塔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一直在强调一个 很重要的这个概念 就是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 就自由意志从不存在 对啊 如果自由意志 如果不存在的话 那实际上 就可以假定 我们今天所有东西 都被设计出来 你的思想也是有边界的 因为你没有自由意识 所以这个过程呢 就是哲学家 其实表现的确实都很牛 迪卡尔是极大层之作嘛 他就假定有一个无所不能的 这么一个神 或者是魔吧 我可以制造你任何的幻想 那他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问出一个什么问题 就能证明我存在 嗯 他说我思考了 我就存在 我思固我在 啊 所以今天其实意识起源 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就是在于 你到底有没有自由意识 你的自由意识 到底被不被你的悟性所束缚 你的想法是不是无限的 是不是无穷可能的 也就是说 你的算计的可能性 是不是无穷为度都可以去 而你也只不过是一个高等的AI 只是我让你觉得 你已经可以无所不能了 就像你养的小白鼠 或者你家养的宠物猫 它没出个门 但那就是它的世界 也许你就是那只猫 我们被困在地球上 这其实就是 很多终极问题 我们最后讨论到 很多就是在讨论这个问题 你怎么证明你有自由意识 因为你有时候想想 你所能想到的东西 以前都有人想到了 或者在别的地方都有人想到了 就是你在这个 怎么来说 在这个传统中间 是不是说我们人类 能不能证明我们有没有自由意识 是到那一天发现 能不能证明宇宙有没有边界 因为它是我们认知的 还是要回答几个起源的问题 如果宇宙起源是对的 如果能看得到物理定律又是对的 我就应该有生命的起源 我有生命的起源 复杂一定程度 我就有意识的起源 这个意识的起源 在当前的宇宙范围内 它应该是和这个宇宙的定律 所互洽的 但是您说的这个 到这个黑洞 到这个奇异点的那个地方 所有既有的物理规律失效 但是科学家又说 会有一个界限 但是那个界限之外 那就是不可知 这就是我小时候看的第一本 为什么就是天文学 那个时候一看完了以后 其他问题就没法想了 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总有个边吧 宇宙之外 那个边你再脚 再跨出去一步怎么办 是不是你一跨 人就死掉了 他的问题叫 宇宙是有界无边的 有界无边 什么叫界呢 界就是在于 相当于你在一个 无穷大的球面上走 你离不开它 但你感觉没走一步 还是在这个球上 想象一个篮球 你是篮球上的一个细菌 你是跨不出这个界的 因为有引力 或有其他的基本物理定律存在 束缚你 这是爱因斯坦的定论 就是有外面 有界 你去不到 你或许之在那个点上 连物质存在的基础 可能都不存在 所以换句话说 等于再通俗一点 就是说 你拿了很多尺 你拿了很多理论 你去找找找 找到了 假如给你找到了 那些尺 那些理论都是没有的 消失的 爱因斯坦说了一句话 这个宇宙真正的 不可思议之处 就在于 它居然是可以被理解的 这句话讲的特别智慧 但反过来讲呢 他也明白 这个理解是有边界的 因为已知的越多 未知的更多 这种终极问题 问出来了以后 其实大家都答不了 你比如说中国古代人 就讲人 你比如诸葛亮 叫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 后来我想 那不就是爱因斯坦吗 就是说你认识到了 这个科学的规律啊 哎呦 这个爱因斯坦死后 我觉得他在哪也偷笑啊 就是说 我说了 这个光从这到这 它会弯曲 多少年之后 证明一点不假 爱因斯坦这样的人 如果是在古代 那就是天师啊 那就是决胜千里 告诉你什么时候日食就日食 告诉你什么时候 如果从科学界来讲 爱因斯坦真的是一个 仅靠推演 用数学的方法来论证了很多 我们以前没有办法去想的事情 爱因斯坦生在1879年 1905年的时候写 想一想对论 那年他才26岁 26岁 四篇文章 就把E等于MC的平方给推出来了 他就是一个管专利的 这样一个小事务员 对专利局的 他最牛的就是写引力波 就是预测了引力波的发现 我们真正看到引力波 已经是2016年的事情 那是因为工具大了 就是你的工具够了 他所预测的很多的定律 指导人类又往前走了好多步 那你说爱因斯坦的DNA 跟我们 对对对 我跟他想到一样的问题 他的大脑不是 那能不能拿来做研究 来改变这个人类的DNA的总库 对不对 我们先想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 就是您刚才说的爱因斯坦大脑 大家都认为爱因斯坦大脑大 后来死后他真的被解放了 还小 他还小 对没有什么特别 没有特别 所以他的 我们还小呢 比正常人 我们大概承认的大脑 1400个立方厘米 CC 我们一般用毫升 毫升去理解 女性都会小一点 因为头大头小 这是个气质的问题 但没有说女性笨 男性和女性智商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这得说些 只是在不同的点 我以为女的比较聪明 这更会说话 你的感觉是谁 我还是要用这个 这不是政治正确 这是真实证明 男性和女性之间 大脑上在结构上的差异 仅仅是体积上小了11% 那个就跟体型的差别一样 而且较强壮的男性 比头较大的男性 比头较小的男性 也差这么多 就证明 大脑是没有性别二态型的 不会因为性别 产生两种状态 叫性别二态型 这是一个定论 这不是一个为了 那么这个大小跟它的功能 有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艾斯坦的大脑 也正为小一些 那这一点是不是说明 就是传统所谓的男性气质 女性气质 基本可以认为是 后天社会文化环境 我相信是 比如说很多人就认为 女性这个数学不好 方向感不好 其实都不是 在女性都能找到相反的证据 这个更多的是被暗示了 对对对 是被暗示了 就像星座 这个网上存不存在呢 其实更多的是被暗示了